就是這顆監視器鏡頭 在二零二二年引發軒然大波 鄉行車走下來的是前任警大校長 陳澤文和天道盟角頭林秉文 進出私人會館招待所八八會館 這一次是他的程序上 我們檢視是沒有報備的資料 警政署長黃明昭 當時親上火線滅火 但二零一七年的事 四年後才曝光 事件爆出的時間點是九合一大選前 當時陳澤文正被點名 是警政署長的熱門人選 最後遭到拔關 提前退休 和這次張榮馨時隔一年 才傳出於腳頭吃魚翅宴 十幾點都在警政署長 可能準備一動前 幾乎是警戒公開的秘密 人事一動前各種傳聞 黑函滿天飛 內鬥暗潮汹湧 全問了讓對手先中間落馬 那尤其是署長的官位 是各方寄予的目標 那各種的爆料以色就會不斷地被放出來 感覺都是有系統性的 那按照持續再推出 入法經由獲利起初無案 日前警戒明日之星刑事警察局高階警官林明左 以色涉嫌在擔任台中市新大大隊長時 洩漏偵查機密給博弈集團 目前遭駕壓禁見與停職 傳說連檢早就掌握涉案 秦姿卻拖到520警戒人事運動前夕才逮人 讓聯想可能會影響到同樣呼聲很高的 現任台中市警局局長李文章 和林明左現任直屬長官周宥偉 在組長卡位戰的表現 明爭暗鬥警戒上位的戰爭 平凡上演 華新聞周冠宇 陳欣慈 台北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